大家好,又欢迎一个星期又到这个星期尾的时间 有新新的神兽了,我是桑普,杰斯你好 你好啊桑普,很多人都很担心你 担心我什么? 担心你又没有震到暈了 很开心的,如果是车震我们就会替你开心的 如果是地震就会替你担心 地震当然担心的,我自己无处无能力 当然有很多受灾的人 但是我认识很多在台港人都没事的 我们下一节在杰斯坤上讲你的问题 好啊下一节我们再讲一下 这节我们再讲一下什么 我们上个星期已经预示了 是的,同样我又在香港出生 他又在香港出生 他在广华医院出生 这个人无缘白事运了台湾总统 做了八年之后 越来越瘋了 对于这个中国共产党 未来眼虚之余呢 就是蓝白盒的时候他又来做炸梁嘛,是不是? 搞不成这些东西之后呢 中国like他,于是乎给他来呢 这个地方祭祖 好啊,4月1号到11号 11日访问中国之旅 马英九 率领大九,不要讲错语 大九学堂 20多个学子呢 就是访问中国 那去哪里呢?广东,去陝西,看黄帝宁 之后就去这个北京,见习近平 那我就不知道,我想播出这段片的时候 还没见他的 未,未,未,4月8号,预计 就是下个礼拜一 就是礼拜一的时候才见他的 那这个这样的人 去到中国访问所为何事呢 一会儿和大家分析一下 但是他呢 一开始就是去哪个地方呢? 去深圳 就是香港的北边,深圳 那去那个地方见什么人呢? 那见到国台版主任了 上次他去中国的时候呢 国台版主任宋徒呢 要4天后才跟他见面 这次呢 第一个跟他见面 证明呢,规格高了 那宋徒跟他见面呢 那当然啦,不免互相寒圈啦 就说到这个深圳五州宾馆和他见面 宋徒就说呢 两岸同胞,家和万事兴,一家人 正在上来获,多联系 你应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扶持 两岸都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就应该攜手打拼 共同承担这个振兴民族的责任 你听完这些东西呢 如果是我,因为我常识一角下啦 大家有这个常识的人都会说 喂,我先不要跟你 是不是中国人这个问题先啦 当然我不是啦 他觉得是另一件事啦 第一件事就是说 一家人要常来往多联系 是不是可以切除了你的导弹呢 飞弹呢 是不是可以将你那些 什么军队啊,文工武客那些船啊 什么金门水域啊,什么M503啊 什么海峡宗斯啊 全部弄走啦 既然要上来往多联系 交流合作 还要搞这么多的东西呢 你应该说这些东西嘛 一家人都可以用飞弹来联络都可以的 就是用刀刀枪枪都可以联络的 是 很担心你啊 其实里面你家里没有飞弹的 不是,就是有些家庭是这样的嘛 喜欢一天一天就加吵哭闭的 就是什么家庭都有嘛 那你不要说家和万事兴啊 送头了嘛 那你叫家吵哭闭嘛 你用飞弹来加和万事兴啊 是不是 说什么融合发展 一家人都没有融合发展 就是比如说 你一家人有爸爸妈妈 有老婆有老公有子女 然后有兄弟姊妹 喂 你都不会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啊,大哥 怎么融合发展,大哥 这些不会 除非你当台湾是一个未成年少女 于是他那些钱可以传为老爸给的 他的银行,老爸拿贓的 你不是成年独立的话 怎会可能 还有谁是老爸 谁是子女先 谁是老公,谁是老婆先 关系怎样 什么家和万事兴 谁服从谁先 这才是大问题 怎么知道这个人在说什么呢 他说在湖北、湖南、上海 三次受过这个宋徒接待 Thank you very much 他说感受到两岸之间 血浓于水 同气联支 有诚意 有善意 行 接着说去年7月 中国五所高校私生 回访台湾 看到你宋徒 决断 他说两岸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血脉 两岸人民有同属于中华民族 炎黄子孙 任内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就是因为他 说到这里就停了 其实是没说完的 麦英九 一说到一提到九二共识 他说反对台独都不是问题 一说到九二共识 宋徒那个房那里的官员 保安 就开始驱逐那些传媒 就出去出去出去 不要听 这个呢 这个就多谢马英九了 马英九日 我想这几十年 由他做总统 都不做总统 今天是马英九基金会 他日日发梦 都可能发开口梦 都是说着九二共识 一中国表 八个字 这次他自己试过 他体验过 原来在中国大陆里面 你一说九二共识 是连一中国表的机会都不会给你的 那所以这个就已经不用拗了 完美示范了 这里是没有可能给你一中国表的 一个中国只能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所以就已经全部出去了 闪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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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都可以 OK 就是你和宋徒 你怎么说都没问题 但是总之 公布里面就没有可能说到 这次已经完美示范了 这个 我甚至没有觉得 马英九年想说一中国表 他都不会说出来 是吧 喂 这些东西 全部是计算好的东西 还有我会看到 九二共识 之后是怎么样 三天门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脱了宋徒的鞋 脱了宋徒的鞋 脱了宋徒的鞋 在那里拙呢 我就不知道了 你问他了 不要问我 这些东西呢 就是他才做得出的 喂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 你说这些东西 就觉得喂 你搞这些东西 喂 很简单 人家共产党一直都是说 一个中国就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是一个叛乱团体 是吧 按照茅英九的中华民国派的说法 就是说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叛乱团体 两个为什么还相见宽呢 所为何事呢 喂 你当这个台湾人 或者你当民进党政府是你的敌人 而当共产党是你的恩人 你今天是这样做的 喂 喂 我经常都觉得 蓝、白、绿 看这个节目的人 很多都是支持民进党政府很多 但是我们不是为民进党做事 OK 我们重要的地方 台湾也都有民进党有民进党的问题 国民党有国民党的问题 民众党有民众党的问题 但是怎么说都好 都是这个宪政框架里面竞争对手 我们有支持A不支持B的权利 你可以和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权利 但是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地点就是说 喂 我们和中国共产党 视为可以聊天的对象 视为可以被它交心的对象 接着又是和它说什么 历史文化血盟 中华民族炎王子孙 就是说这些东西 甚至说无论外在环境形势如何改变 绝对不会改变 就是我们有共情从来不变 就是这些东西简直是荒谬绝 我就说马英九 你这么坚持这个中国 你就一句都说了 为什么说九二共识这么转弯抹角呢 你不是说我是中华民国前总统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那你说这句话 别人赶你出去就用席回票的 是不是 是 你没有说过 没可能 他总统选举的时候 他说过一句说话 他现在 我告诉你 他 他是有口齿的 桑普 他言行合一的 他说过什么 他说一切都要听习近平的说话 他现在就走来就是听习近平的说话 所以他怎么会说 喂 喂 他敢说孙中山 OK 4月2日全日他都是说孙中山 但是 好吧 我们拭目以待 他会有11日在大陆 就看余下的日子 这11日 他会不会说蔣介石先 OK 他说孙中山是他偶像 他有没有说过老长两子爷都是他偶像 老长两子爷对他 是他为他掌经国 做英文秘书 是吧 没错 是啊 两掌为什么不是你偶像 为什么你要说孙中山 我回答你 很简单 九二有没有共识 我就不知道 中共和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识 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有什么共识给这两个党呢 就是孙中山说过 中国人是愚昧的 所以如果我们哪个人拿到江山都好 无论你在台湾 还是在中国两岸都好 一定要继续走这个奋证期 共产党走奋证期 国民党也是奋证 不过国民党现在结束了奋证了 这个 去到1992年左右 正在结束奋证 但是这个 这个就是他们两党的共识 九二有没有共识 我不知道 所以他不是傻了的 但是就是他 最大的共识是 是乱俄用共 对不对 是的 整个黄埔军校 整班俄罗斯人来的 这笔钱是俄罗斯人 就是苏联第三国际 共产国际 好给孙大炮的 孙大炮整个中国国民党 开始的党章 都是俄文 翻译来的地方 越飞 之后爆罗亭 包括帮助做多少事情 周恩来都是这个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这个孙大炮呢? 是因为觉得孙文是一个国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说 革命先行者 中华民国就是他国父 那怎么说到这样呢? 其实中华民国都不是他创立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看到 这件事全部历史全部歪曲了 我只是说一件事 我已经有 如果你当他一家人 3月30号 金门二胆倒 中国又派那些航拍机来泄露 喂 你一家人 就算你一个阿爺 对着个孙子 孙女在里面厕所里在换衣服 你会不会拍个航拍机 在那里拍孙女怎么去换衣服呢? 你是什么人? 色鬼啊? 喂 你今时今日你做的这件事 上来往多年是不是包括了无人机呢? 你要说清楚嘛 至少你远一点都说 我说 你中国共产党 要停止对我们的民工武俠 不说这句话 希望大家不要兵庸相见 希望大家 不可以有灰色地带衝突 希望大家都说到这件事嘛 你什么都没有说到 你去跪 为什么跪? 因为你跪完送途 4月8日才有机会 习近平摸你头 没有你去跪送途 哪有人会跟你答应呢? 这个是一个试试 是一个试念 这个试试之后 你能够输入的 那个中国版的魔鬼 就跟你见面了 这个就是我看法了 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马英九是一个私人的访问 我想台湾民间 其实这次马英九再次访问大陆 其实都有提出一些问题 我看到一些正程节目都有 你说上去 又说不上是私人访问 你没有强调过 我是私人访问 最多你说 他提过 他说习近平是他老朋友 但是他带着一帮 他每次都带着一帮台湾年轻人 走过去 这个很难说得上是一个私人访问 第二 这个代不代表 代不代表国民党呢? OK 朱立伦好像到今天我们做的节目 都好像还没出来应激 那国民党又 每次都搞得很尴尬 那第三 你说你说那些血浓于水 炎黄子孙 大一统思想 这些是不是代表着台湾人民的声音呢? 大哥 显然不是啦 台湾你做任何的民调都告诉你 台湾人今天民意的倾向是亲美抗中 蔡英文去到就来下个月都下台了 民意仍然站着五成多的信任里 OK 是不是? 大哥 从来没什么台湾人觉得民进党的国防外交是有什么错的方向 只是会走得不够的 这些才是台湾人的声音 如果你再不知道 马英九 很简单 那你 喂 大哥 4月2日台北那个 那个中国乐队叫做什么 叫做回春丹 是不是? 那你看看回春丹说了一声 中国台湾而已 你看看台湾人民的回应是什么 台湾人民就是告诉你 台湾 说台湾人的台湾 是不是? 连李登辉的口 台湾人只是一个字 就是叫滚 是啊 台湾就叫做top gun 滚就是中这个罗马拼着GUN top gun 你滚 是不是? 这帮人整帮拿着台湾独立的旗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 在华山那里招呼他 是不是? 台湾 连李登辉的口号都叫 李登辉 连这年轻人今天都还记得李登辉说的 台湾中国 一边一国 这些就是台湾的声音 所以你最 我觉得你说什么都没问题 但你马英九最不伦不虑的就是 其实你过去的目的是什么? 你自己见老朋友 你自己的事 对不起 但是你不要强奸台湾人 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是陪共产党 去移淫台湾 你这个就是最卑鄙的东西 去到七十多岁 马英九 我觉得最过瘾的就是 他越老越stubborn 越老越相信大一统 你刚才一节目 他一直都是在一个分裂的中国里面 如果没有一个分裂的中国 何来台湾的繁盛 或者他有没有见过 他一定见证过他出生的香港 在七八十年代 也都是一个 没有统一在中共治下的香港 是多么繁荣 多么beautiful 你凭什么 告诉台湾人听 或者告诉香港人听 OK 我一定要追求统一 我的统一 马英九的统一 重要是代价是什么 要放弃民主 他真是紧随孙中山 因为没有人让我和桑普 最清楚孙中山 孙中山就没有民主 他真的可以把民主交出来 他只是要带着台湾 如果你让马英九再拿一桩 马英九就是引领今天的台湾 回到极权的统治里面 他是不介意共产党执政 喂大哥 他的大一桶就是帝王思想 他已经当了习近平就是皇帝 这个大哥 和整个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 是背道而驰 是啊 你想想他自己口声声说 民意调查 显示台湾人77%支持 两岸交流 喂 77%支持什么 对等尊严的两岸交流 即是两岸交流就是说 大家的互动 要对等尊严 而不是你这种跪拜式去做 马英九先生 你以先生身份去 习近平是否用先生身份出访呢 宋徒是否用先生 宋徒先生来接见你呢 國台版主任 人家是 你在那里跪拜 大哥 人家用官方的头 你说是要是否用作出访 没有人 没有人 然后台湾法律有一个漏洞 就是什么呢 这些这样的人 第一有总统例如 第二就是你过了一段冷后期 没有政党的職務 没有公職 去中国访问 习近平是报备都不需要 批准都不需要 任气 趴趴走的 这些这样的人 真是很离谱 接着看到 他讲和平 讲交流 讲什么友谊 全部都是中杀共产党的一中框架 统战中华民族 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的陷阱 我就说 你对香港人 你是广华医院出生的 OK 香港遭受这么多灾难 大家睁大眼都看到了 不需要我来讲 无论你是蓝丝黄丝的 你也知道 遭逢大便 你有没有讲过半句话 没有 你没有在宋徒面前 讲回 香港不可以立国安法 不可以立二十三文法 要维护人权 捍卫一国两制 我不是一国两制交 但是你的立裁是这样的 那你有没有讲过半分这样的说话 没有 你一点都没有这样的说话 所以我就是说 这个人 为了乃可以去到多尽呢 接着他参观那些地方才能够 第一日呢 去大疆创新参观 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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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强烈制裁他 不让他做任何 大疆的总裁呢 我没有记错的 羅振华 是台湾人来的 台湾出世的 就是共产党利用了台湾人 变成了大疆的总裁 给你和他双见欢 大疆在做什么 侵耀着台湾 刚刚讲330 金门二胆岛 航拍机不止这一次 之前N次在金门的地方出现的 大疆出品 多少个航拍机飞来澎湖 或者金门地方 其实台湾应该全部击落这些地方 你有没有说过半句话 他就要你和大疆打卡 拍一张照 证明你stand with CCP 好了 跟着去腾讯公司 腾讯公司更小 他旗下有间虾皮购物 台湾成巷城市 肯有一间在左近 只是没有711全家便利店那么多 这间这样的东西 基本上是搜集民间大数据的 虾皮购物 台湾不禁止他 我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是假港资真宗资 他用港资的造业 香港的资本 现在按照港澳条例 当是外资犯的 所以这个是大的漏洞 好了 你腾讯公司不禁止他 就是你的虾皮不禁止他 腾讯继续和你20文20文 喂 还有一间在来的comment 一个叫做 龙基 李龙基 六能科技公司 这间龙基 六能科技公司 还有趣 两件事 你参观这间公司 21年的时候 因为它制造太阳能的光伏板 被美国禁止零部件进口 美国正在制裁它 就是说要你和美国对策杆 要你和中国共产党的间谍 是的 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要拖住你 给美国看 不是给台湾看 是给美国看 那 马英九是我的人 你收起 就是意思 接着呢 就是这间公司 原先8万人 最近今年 炒了2万人去 是一个飞灵的 是一个 接近磨产边缘的公司 你参观来做什么 他要释出一样东西 共产党要透过他释出一样东西 就是台湾人亲中反美 这个就是最严重的 台湾人的主流民意 你看看 这个国民党 这个立法院最大党 国会最大党 马英九 他前主席 亲中反美 你看看 民间主流民意 用这样的方式来报 OK 当然是国民党 国民党都支持马英九 未必 OK 当然不会 但是你看看 马英九就是做完这样的事情 接着你看看这个马云武 马云是什么 马英九的祖先 找他来 但是马云呢 其实这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来的 就是没有个人以为祖先做过的负责的 但是你去参观马云武就是什么呢 当年呢 东汉光武帝的名将就是马云将军 建武八年 光武帝亲征 马云就是做什么呢 三个大字 如果用现在的说法来说 大路党 什么是大路党呢 醉米为山谷 指画形势 和他的朋友认识的 背叛他 帮光武帝 跟着呢 形成很多阵营在地方 光武帝上 就是说卖有求榮 他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全部每一样东西都困定你 不是让你自由去采访的 这么多日来 由4月1日 广东3日 中山大学全部专门训间谍的 试试看哪个中山大学 试试看 黄花岗72列士林园 那个72列士林园 我基本上90年代去过 连国民党的党徽都铲走了 是的 黄布君校舊子纪念馆 就是国共一家亲 我也说过 黄布君校就是国共一家亲 共产国际苏联的产物 国父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刚刚对上个月三月 这个国父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才举办了一次国共合作一百周年指南 摆明要你说 喂 美国 你看看 我们两个国共合作 而且马英九的政党代表着台湾主流民意 看一看 其实这个全部都骗了 主流民意 你看看这些是多重要 然后还去陝西 秦始皇帝宁 皇帝宁的博物馆 不然之是什么 习近平是当今的圣上 秦始皇帝以前的圣上 要你去朝拜贵 贵劫 感觉到这个祖国民族復兴的荣光 这些全部都是跨他的 故宫长城北京大学 盧溝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紀念馆 盧溝桥说真的 七七事变就是找习近来说 以前我们和你打 好啊 好啊 这件事根本日本都不ready去打的 国军都不ready去打的 吉星雲共产党的奸细 就是开第一枪 搞到整件事呢 如火意图地进行 当时 蔣介石和这个日本当时的 物约就是说呢 不打 在这里停军停 谁知道呢 擦枪走火 就是七七事变 全国抗日 那当时 蘇联斯太林拖着蔣介石 要他和国国合作 我们可以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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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7日说的 所以我说整件事在这里 喂 多么离谱 还有一个离谱 港珠澳大桥 讲起来就慌了 喂 香港人 慌这件事已经慌了很久了 是不是 你还跟我说 港珠澳大桥 你有病 是不是 就是整件事做什么呢 晚上去深圳那里 用大疆的无人机 砌字仰在这个 深圳湾的天空那里 要拍一张照片 看着中国共产党 大疆的无人机 这张照片 很有震撼力的照片 意思是什么呢 You stand with CCP 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 马英九 stand with CCP 你看看台湾 中国国民党 有没有反对过马英九 半句半分 没有 有没有怨言 但是有怨言 我知道有 但是它没有公开的 反对过马英九半分 国民党只是担心影响选票而已 它不是从原则上 觉得这个是错的 这个就是今天的国民党 就是我看完之后 就觉得 哇 你有没有搞错 就是荒谬绝论 哎 让杰斯说 说太多话 哎 今天是这样的 就是你说 中国人就经常讲汉奸的 一触一下就汪精卫那些汉奸 那些汉奸 汪精卫以前是有一套理念在那里 有空了 你怎么唱 说七七奴沟桥 我们再怎么唱 稳逸我们又说汪精卫 那这些 将来再说 但是他的行程里面 去中山故居 他又说了一段 喂 完全呢 我真是觉得 我真是火都离了 其实呢 我最真的 共产党其中一件事 就是叫消费死人 那马英九又是 又是玩这些东西 就是我觉得很老土 你那个 拿孙中山出来说 全部 就是我举几个例子 他有几句真的很有问题 他说孙中山先生带领革命 向中国人民许下 自由 民主 均富 走向民族共和 一统中国的承诺 让人民兴奋与感动 那就是如果我有机会 问马英九 就是试举具体的例子 孙中山怎样讲自由 民主 均富 走向五族共和呢 你可不可以举到例子给我看呢 如果你举不到我举给你看 孙中山怎样讲自由呢 1919年孙文学说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我们是因为 我们中国人 是因为自由太多 没有团体 没有抵抗力 成为一片散沙 要打破这些个人的自由 因为人太自由了 所以要把那些人 就结成一个坚固的团体 好像市民土去侵入一些散沙里面 这样 结成一块坚固的石头 记住啊 我孙中山告诉你 个人不可以有太多自由 国家要得到完全的自由 只要国家有完全的自由 中国才会强盛起来 你说孙中山承诺过中国人会给自由 还有民主 民主更简单 我怎么回答你 你看你讲哪个年代的孙中山 1919年他都看得化了 然后他才写孙文学书 喂大哥 他说这个民主 中华革命党啊 就是黑社会 就是搞黑社会那件事啊 OK 喂你问下哪个 你问下那些曾经宣誓过 在中华革命党那些 是孝孙中山 冒达民权 民生两主义啊 听清楚没有啊 1914年已经没有了三民主义的了 是讲两民主义 只有民权民生是没有民主啊 因为你要效忠孙中山 滴血斩鸡头 OK你只能够听从孙中山的 后来讲的是精英政治嘛 大哥 只有先知先觉者 可以领导这个中国的嘛 民主共和 太详细不讲了 民主共和更好笑啦 辛亥革命十八星期 如果你说民主共和好啊 你马英九真的教你 你看四月八日你去到呢 看到这个皇帝 皇帝没有什么读过书 你真的教他 你告诉他 十八行散就没有今天新疆西藏啊 那些的 十八星期啊 OK 五族共和啊 是以汉族为主的 孙中山说的五族共和啊 今天那些满族啊 新疆啊 西藏啊 可以 可要可不要啊 因为在四万万人的中国里面啊 他们是佔很少数 所以如果真的要五族共和啊 只有汉人统治啊 他曾经在孙文学说过 你如果你在说那些新疆啊 西藏啊 这些地方 食文就可以了 OK 这些就是孙中山式的五族共和 就是很多这些东西 他说了整段东西 全的东西都不是孙中山说过 他只是把孙中山的名字加回去而已 OK 智力创立一个自由 团结 均富 统一的中国 今天呢 我们已经实现了 实现了吗 哈 不中国有自由的吗 中国真是很团结吗 中国有均富 你不是说笑吧 哈 贫富懸殊到全世界 他认第二都没人敢认第一 是不是 统一的中国 那今天还没统一了 大哥 还差你台湾那一段 还有自古以来那个领土 带到整个地球都是 中国可以永世都讲 讲统一讲不完的 这些全部都是荒谬绝伦的 喂 傻了这些人呢 就是我想说 我只是想为那样平反 我不知道桑普怎么看 一会儿可以问桑普 我不觉得这些人呢 是收了共产党的钱 或者是有一些把柄 被共产党是拿着的 我是觉得这些人真是傻了 这些人呢 他真的 他觉得呢 我临死这世人 我都没做过一个中国人 OK 我在香港出生 我又没见过 我又没试过 就是见到统一 还有那种尊王 就是那种很典型 中国人的DNA 我真的相信他是真心的 我真的想问桑普 你怎么看这个 就是马英九 是不是真傻 还是假痴 我记得前几个月 我去美国 有些前辈的人就问到 你怎么看马英九 我回答了他一句 他都完全明白了 你要知道呢 共产党不是用钱 笼络马英九 我觉得马英九 不是受过共产党的钱 权威这些地方去买的 他用马英九一样东西就够了 连钱都不用给的 就是蓝金黄都不需要的 你用他一样东西 反独先于反共 你记得这句话 是 你说得好 反独先于反共 这六个大字呢 说出了他的心迹 就是觉得 喂 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国家 这个是最大的 刚刚你讲的那些西敏土 Seman那些东西 就是他信奉这些东西 他真心相信孙明的 孙明根本没有真正我们所说的自由 民主 我当然是支持者 因为共产党我觉得 每个人靠自己努力去奋斗 但是我也不希望最弱势的人会黑食 这个是底线要有的 有的救济 这个另一样东西 他真是相信自由民主 軍库这些东西是宣民版的自由 就是国家至上 人民走后面 所以他说的不是人权 叫做民权 你看孙明的三民主义学说 民权是劣于国权的 你自己看 有国体 政体 人民的权利 那些自由是最劣等的 仔细看 不要让那些妖言或众 告诉你 台湾之所以有今天 90年代的民主法 最厉害的是三民主义 刚刚就因为抛起了三民主义 实现真正西方式的 宪政民主的思想 先有90年代到现在的民主制度 你问街上所有年轻人 老百姓在台湾 每个人都会认为 因为民主义 我们才有民主自由吗 你讲笑是不是 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 是的 没错 我觉得是 讲笑话的 你笑话这么扮 就是那个人懂背 但是背完之后都忘记了 这件事就是台湾的 这个我想说 我想说一件事就是 这个很有趣的 你说大家一定读过 袁世凯清帝 袁世凯清帝 你告诉你们 当时孙中山的看法是什么呢 他是反对 但是他不是反对帝制 大家看一下孙中山的历史 他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 孙中山有个心路历程 因为他觉得临时约发 送教人 他很多人 今天香港的中学历史经常说 哇 孙中山很豁达的 他呢 他辛亥革命推翻了 满清之后呢 他就 他不做总统 是不是 大家都读过这些书 他让总统给袁世凯做 这个简直是笑娇话 当然是没有让的 因为他很清楚的 他顶到南京已经是极限了 再打下去 他是不够新军打的 袁世凯 我说完给他听 给桑普说 然后他让了出来 然后呢 他又有盘算 他不是让 真的不要再用个让字 他的盘算是什么 他的盘算就是 他因为全世界答应他会有个议会 他就想着国民党 那时候的国民党 就会在议会上 会成 透过选举 跟着成为第一大党 那但是后来呢 那后来他的经历就好像 好像香港 现在今天泛民主派那样 那跟着 就整个国民党炒起 变了非法的政党 那他就要走路去广州 那说到这里就够了 说到这里呢 他的心路就已经开始改变了 孙中山就觉得 议会 浪费的 OK 什么都要说回拳头大 所以我想回答大家一件事 记住 袁世凯清帝的时候 他不是反对帝制 他已经相信 极权的了 OK 其实他十骨子里都是相信极权 不过他要严重反对的就是 袁世凯做皇帝而已 就是这样 没错 我会同意的 大家看回第一 辛亥革命没有孙中山分 没有孙中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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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第二件事 他拿到的不是反对帝制 是反对Why not me 只是你 讲白一点就是这件事 跟着他刚刚讲的 你用国民党 那时候不是中国国民党 是国民党 当时宋教人做这个国民党的主席 以为宋教人会听他说 为什么宋教人不听他说 那么很多的传言 我想现在慢慢都正确实着 就是说 他就是说 他堆倒了宋教人 然后摔锅 卸扎 卸给袁世凯 好了 他想到袁世凯就讨伐他 袁世凯就说 他就走去日本 1914年 但是刚刚说过 不是1914年 他就要搞中华革命党 1914年搞中华革命党 滴血斩鸡头 滴血写红书 硬握手人 效忠领袖 刚刚你说的 不是说什么民主选拟 总之我就是 黑幫龙头双花航棍 每个都效忠我 每个人王兴演为其难 去支持一下他 其他支持他 很多人都散了 好了 没有人理他 已经慢慢散了 因为政治权力在这个地方 一直想在上海里居住 后来找到一个机会 就是骚裂 是吧 共产国际想他 于是觉得 疼 槍杆子女出政权 越非来华 越非宣民协议 才有黄暴君后 中国国民党 1925年整个党章 都是俄文翻译回来的 谁写的 俄文写的 接着苏联要酬佣他 所以成为永远的总裁就是孙大炮 那就变成了国父 因为蔣介石又不想去除这件事 是不是 蔣介石玩尽这么多女人 搞到自己性病 陳婕如搞到性病 生不了儿子的 宋美玲和他没有儿子生的 他唯独是和他有儿子生的 毛福梅 毛福梅生了蔣经国 另外那个儿子 蔣伟国也不是他生的 蔣伟国是大季徒的儿子 托给他养的 蔣经国之后 也都在那儿做渣男 是不是 一方面有荒粮 已经很辛苦了 苏联力尽这种东西 来到这个 这个在中国的时候 竟然和另一个人 就叫做张雅若搞在一起 张雅若搞在一起 就是他生的 是不是他生的呢 还是另一个人生的 是毛头公案来的 生了一个 就是张孝賢 张孝賢的儿子就是这个蔣萬安 喂 这些这样的东西 全部是渣男和渣男的故事 大堆这样的垃圾 所以我说 大家翻开历史看清楚 我们说这些不是野史来的 这些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没错 而我们在香港那儿 70年代80年代 被那些泵泵齿 前木派的老师洗漏了这么多年 喂 你们大家要去这些残毒 看书吧 就是不要看完那些 就是我每一次 是啊 每一次一讲孙中山 我和张普就觉得很惨 就是其实不是我们又再撩出来说 是我觉得最悲哀的就是 你又走去中国 马英九 你又说孙中山是你偶像 就是又说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要纠正 如果你真的当孙中山是偶像 那我真的很简单告诉大家 孙中山相信的就是 精英的统治 暴力的革命 喂 是没有群众运动的 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问 如果今天孙中山在香港 不是通緝就抓了 喂 有牌坐 大哥 他全部是暴民革命 搞了军队 23条 你说是否大事 终身监禁 OK 今天那些人 你这帮建制的人 还可以拿孙中山出来说 梁振英那些 经常拿孙中山出来说 那你喂 大哥就认真说 不要整天你只是摆个孙中山 国父 喂大哥你将他升了上神台 神话化他 然后就各取所需 对你的那些就说 不对你的那些就不说 那所以 喂大哥真的要严正 要纠正大家 我都说 很应该真的要 大家都要读清楚这个 就是孙中山的历史 特别今天香港人 是啊 是啊 真的很应该要学的 读清楚马英九的历史 第一讲几句就讲完了 第一说 马英九香港出生 第二 整个家人都是美国国籍 整个家人都是美国国籍的 跟着呢 喝台湾奶水 做中国的这个擦鞋子 喂你没有搞错 这个是什么人格 一个人完全分裂人格 喂你如果这么喜欢的 整个家都是外国势力的 你勾结了整个外国势力的 一起和中国在一起唱 喂 中国共产党 肯定不会 对马英九 为什么呢 有统战利用价值 所以马英九很开心的 他觉得这个分享中华民族 流行的荣光 跟着他家人的那些东西 美国国籍这些 完全不说 所以说 今时今日 身体最诚实 你马英九是个什么的人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你问我 他是不是奸 他有奸 你说他是不是很喜欢共产党 他不是很喜欢共产党 正如一些 香港支持国民党那些 有些评论人 或者一些名人 未必真的这么支持共产党 但他骨子里面就是 反独先于反共 这个就是他们的共同达色 这件事就使得他过来开始 我回答多一句 我觉得桑母说得很好的 就是反独先于反共 还有一件事就是 我觉得 这个是中国人的本性 到最后其实马英九就是 他也是想尋找一个主上 就是追随一个皇帝 就是这种我想 我想都可能是一种 中国人的前意识 就是你不要跟我说 说中奖戒舍 那已经是拜扣 就是刘邦项羽里面的项羽 那刘邦现在释出善意 我当然会归顺刘邦 他现在是皇帝 所以什么民主 什么概念 什么三民主义 四五民主义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告诉我 习近平今天是不是皇帝 是啊 所以我现在就去找他 大佬 是啊 所以我说 今时今日共产党 就刚刚讲过 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 说的 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 今时今日共产党 已经少讲台湾的 台湾方案 一国两制 或者九二共识有讲 但是少讲很多 频率比较高一点 就是说 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 今天他讲完之后 你马英九 有没有讲过半句话 他说 好了 你用这种东西 其实第一 拿着马英九 来给美国看 这个人是我的人 总之 我的代理人仔 在那个地方 你要跟我对签 我有马仔 我有马仔 马英九 这个叫马仔 在台湾帮我做事 第二样东西 喂 赖清德 520就是发表演说 你不要乱讲话 乱讲话的话 我马仔帮我做事 就是叫你520不可造辞 你不讲九二共识 一定不能讲台独 或者叫台独禁书 做一些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要做的事 当然这件事 不能讲 美国都暂时禁住台湾帮 第三样东西就是马英九 才开始 也不是开始 只是中途站 之后 有国民党的前秘书长 李乾隆 前台北市长 何龙斌 一个二个一起访问中国 所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这种勾连 是会不断深化的 这个是最大的 你提少了一个 我真的要补充 如果你讲的 不要忽略 可能还有韩国瑜 韩国瑜是很重要的 大哥 我觉得中共都会争取韩国瑜访问大陆 因为韩国瑜现在是政府总统之下 总统排行榜都排第三 如果用回台湾的民主制度 立法会的议长 真是不得了的 所以我觉得不能排除韩国瑜 不过就是这样 最后这么说 我觉得 就给个建议给马英九 你年事已高 时间都不多 其实真的未必会见到统一 其实索性这次 反正都过了大陆 索性不如不要回去 那你就留在中国住 至少在你人生最后的阶段 你都体现过什么叫做中国统一 那是不是方便很多呢 你真的不用搞那么多东西 你住在里面就可以了 整个中国任你住都可以了 每个月转地方都没问题 去中国嘛 去新疆 新疆集中营都是你喜欢的嘛 对吧 所以我说你喜欢住哪里都可以 你就去中国住了 看到美国AIT的主席 罗森巴格访问台湾 是不是 他就是射任会换其他人 他来访问台湾 你就冲着这东西 去访问中国 就是说 美台官员真的见面 你就好像一个台湾准官员那样 去跟这个中国一大堆官员见面 看到高控的情况多么噁心 就是今时今日这帮这样的人 不是只是虚政主义 投降主义这么简单的一回事 是一种呢 他会觉得反独先于反共 国家意识 国家中国梦 是他们No.1的东西 我不是说他们原主 这些人完全没有民主人权概念 也不是 但是我只是说他们的地方 放在劣位的地方 反共可能是更加不会讲的 因为反共呢 现在讲的都不行 以前国民党有一个叫什么 反共救国团 后来因为连线访问之后 反共两个字出去了 就是变成救国团 就不讲反共救国团了 大佬 就是今时今日 国民党已经不反共 就是他已经抹了它 不讲 就等于留有创造性模糊 但是国民党做所有事情 哪一部分反共呢 今时今日 十几年以来 哪一部分反共呢 所以我就说 就是竟然最后 可以传承了 原先国民党反共 伊勃的竟然是蔡英文 这个是相当可笑的 就是蔡英文不是一个真是搞这个 国家证明的人 甚至是专形正义做得很差 内政也都一般的 那蔡英文好的地方就是说 他外交国际关系搞得好 起码他会讲给大家知道 抗中保台 他不敢讲反共两个字 因为不挑衅 是不是不无尽 但是呢 他们起码会讲抗中保台 几个字 还有保台 是不是一边一国 或海而至 我是反对这个 你不管中共 中共会怎么来 所以我们觉得 不知道要抗中 还要反共 但问题就是 今时今日反共的力量 现在在台湾很少 民进党已经弱 国民党更加弱 那我们这些滲透 那些统促党 是不是 一个一个 前面抓人 法官放人 我们讲过很多案件 都是这样的 我发觉相当可怕 所以我就说 台湾是个险地 就是我不会说 最近 那最近 马智薇都判监 那会不会有少少进步啊 这个 民众党的 就是出来捧过的人 后来被判 就是被发现 就是跟中共勾结 那会被判监啊 这个是好事 但是呢 有一件事 是何建华案 有一个共谍 是何建华 刚刚我心里在想一件事 因为他这个人 是统促党的人 是白狼的人 他帮他做事 帮中国共产党发展组织 去中国道共产党 回报 拿中国钱 发展这里的人 谁知道法官就是说 你检控方 你证明不到他怎么发展下面的组织 就是他 这个所谓的虎联 就是台湾的中华虎联下面 你找不到他发展组织的证据 所以放了他 无罪释放 哇 真是庆国纳基 现在全案在上诉的 就是简直不知所谓 因为一判下去 七年以上有歧途的 那我看看这件事 究竟会怎么样 我觉得很离谱 那你不要说离谱 桑普 我们又不可以整天用回香港 二十三条那些标准 就是谁人都有罪的 OK 我们将有无罪推断 给他们一个机会辩护 正当法律程序 是的 但是就是 是啊 你刚才我听着你说的时候 我真的记起 就是这个先帝 蔣宗正说的看策不两立 先帝 竟然是民进党继续承传 去坚守着这个看策不两立的信念 那国民党就 哎 浪费了 真是 就是 找个人出来 好像我们那样 重重的那样 去批评 或者譴责马英九 他应该 都没有 对不起 所以呢 国民党真的没有希望 就是说 就是 你国民党被共产党骗第一次 是共产党的错 你已经被人骗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都是这样的话 就有问题了 那你不是国民党的错 是谁的错 就是你越被人强奸 你越觉得享受 越觉得舒服 那现在国民党就是这样 哇 你来强奸我吧 你不来强奸我 真的全身都不舒服 那就是这样 是啊 是啊 那我们就 休息一会儿 回来呢 有第二节的新索海神舟 在杰斯频道那里 好 到时见